好想吃榴莲 小老鼠突然很想吃榴莲 可是它从来没有吃过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小老鼠跑去问狮子 狮子 狮子 你吃过榴莲吗 狮子心想 榴莲是什么东西啊 听都没听过 可是它却告诉小老鼠 哦 榴莲啊 榴莲的味道就像西瓜一样 小老鼠跑去问山羊 山羊 山羊 你吃过榴莲吗 山羊心想 榴莲 咩 是一种花吗 可以吃吗 没听过 可是它却告诉小老鼠 咩 吃过啊 榴莲吃起来很凤梨一样好吃 咩 小老鼠跑去问河马 河马 河马 你吃过榴莲吗 河马想 哦 榴莲 好像在书上看过 可是它就告诉小老鼠 我当然吃过啊 榴莲吃起来就像拔辣一样 好吃得不得了 哇 榴莲吃起来又像西瓜 又像凤梨 又像拔辣 真的是太神奇了 好想吃榴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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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老鼠到市场买了一个榴莲回来 狮子 山羊 河马看到了 它们也好想吃吃看哦 好想吃榴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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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老鼠邀请森林里的动物一起来吃榴莲 它慢慢地举起刀子 往下一切 好想吃榴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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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都吓跑了 小老鼠离得最近 它来不及逃 叮就昏倒了 当它醒来的时候 榴莲的味道已经变淡 闻起来香香的 臭臭的 很特别 小老鼠想了很久 它鼓起勇气 挖起一小块榴莲 轻轻地 轻轻地 咬了一口 咦 吃起来很好吃耶 它开始 一口接着一口地吃了起来 好想吃榴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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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想吃榴莲哦 大家都冲出去 大口大口地 快乐地吃着榴莲 小老鼠心想 原来 这就是榴莲的味道啊 甜甜蜜蜜的 山猪 嗯 你看 The end What 下个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